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硬派一车全有 而且啊 它的最大续航里程从达到1000公里 那正好借着这次自驾游的机会呢 咱们一起来看看它真实的续航表现如何 现在这台车呢是一个满油满电的状态 那咱们马上出发 我们从腾冲到现在啊 已经行驶了510公里了 那现在纯油的这个续航里程还剩290公里 然后纯电的续航还剩81公里 那等于现在加起来是800多公里不到900公里 那咱们离啊 它这个耗近还有一点的距离 所以咱们最后看看它最终的实际航行旅程究竟能有多少 今天我们要从成都啊 出发前往康定 你好小哈 我在 导航到康定市 以为您将目的地设为康定情歌 目隔错 风景区 拍着二代大狗PHEV出来自驾游啊 绝对是一件很舒服的事 因为首先呢 它这个坐舱就特别好 它有电子的航空电子换挡杆 而且还有精致的抖冰装饰 同时呢 它的这个座椅还用着双筋皮质材质 最重要的是啊 它的后排座椅既宽大又舒适 特别适合自驾游的长足乘坐 同时呢 二代大狗PHEV啊 还有很多特别贴心的功能 第一点啊 就是它强大的云胶护 你可以通过你好小哈呢 来开启它 不仅啊 可以控制一些软片 像是音乐 导航这些 同时呢 还能和主车的一些硬件相处联合 比如空调的温度啊 还有天窗 天幕 然后还有车窗 甚至连后备箱的开启呢 都能通过语音来控制 所以用起来啊 特别的方便 最后呢 就是二代大狗PHEV啊 配备了一个9英寸的WHUD抬头显示 这个抬头显示可以显示的功能非常的丰富啊 像是车速 限速这些都有 那这台二代大狗PHEV啊 它含用的是1.5G发动机 加两档DHT组成的插捆系统 这套动力系统啊 我觉得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高速度况呢 它的动力啊 都是完全够用的 而且它的爆发力非常的强劲 抛个车轻轻松松 除此之外啊 基于这套插捆系统呢 二代大狗PHEV啊 还给到了三种不同的功况 有纯电 有纯电优先 还有智能混动 那在智能混动模式下呢 你还能强制啊 把目标电量设置在20%到80%之间 这样一来呢 既能保证你在高速时候这种工况下的这个燃油经济性 同时呢 又能保证你下高速之后 有足够的电量来提供纯电驾驶体验 那即便是在亏电模式下呢 它的WRTC的一个油耗水平也只在5.92升每百公里 所以呢 它能做到1000公里续航的这么一个水平 那这样一来呢 其实对于你周末啊 这种近长途的自驾游而言 那就更加的轻松 更加的精紧 现在我们就到了天泉服务区 天泉服务区啊 位于亚安市 所以呢 它打造了一个熊猫主题的服务区 这个服务区里边有很多熊猫的元素 包括后边呢 有一个打卡拍照的攻略 包括它的石墩子上面都有这种熊猫的彩色涂装 特别的有意思 天泉服务区啊 还有一大特色 那就是它有一条美食街 这个美食街呢 有很多美食啊 有面啊 有烧饼啊 甚至还有口串 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所有服务区里边美食最全的 那之前我说开这二代大狗PHEV出来自驾游啊 绝对是一件特别享受的事 其实除了它这种舒适的座舱 还有人性化的功能以外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啊 还是它的驾驶辅助系统 那这台二代大狗PHEV呢 配备了L2级的驾驶辅助功能 那像是咱们高速经常用到的自身巡航啊 车道保持 包括还有像智慧过弯 这些它都有 而且它还有一个智慧躲闪功能 就是当前面有大车的时候 那么它会把车身稍微往左偏离一点 保证一个安全的通过的一个空间 智慧过弯功能啊 又能提前预判前方弯道的一个曲率 同时呢 把车速控制在一个最佳车速安全的过弯 我现在呢 位于康径市的老城区 那这个地方啊 叫溜溜城 那这里呢 夜晚的景色非常美 所以大家到康径市呢 一定要来这打卡 现在从我们脚下穿过的啊 就是折多河 两边呢 是它的老城区 再往远处看去就是大山啊 这种景色真的特别的独特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我们的此次旅程也即将告一段落 现在我来揭晓二代大狗PHEV续航实测成绩 它的实际续航里程约为915公里 尽管与1000公里还有一定差距 但实际道路中的路况和风阻等可变因素 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而且900公里的续航 已经能满足大部分人一周的通勤加自驾游需求了 所以二代大狗PHEV既能给你更好的出行体验 又能满足你想要的诗和远方